《慧如智庸与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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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比如说在慧共的时候 或者在其他的本尊法的时候 我们观想 我们就是要 吃个早餐 也是观想要供养上师三宝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观想 上师就在我们的喉间 我们什么样的饮食受用 很好吃很好喝 很舒服很满足 这份医药 医药心 就是都供养上师 如果是没有学密圣的人 他就可以观想 我的佛在我的喉间 或者在心里 没有学密圣的人 一般不关喉轮的 大部分就关心 对不对 他就想佛就在我的心里 我今天吃这个真好吃 我供养佛 我喝这个真好喝 真解渴 好舒服 我供养佛 我今天看这个风景 我这风吹得好凉快 阳光真是和寻 空气真清新 这一刻我真是 就是很难用言语形容 但是我供养佛 我跟你讲 你常常这样做 你一辈子下来 你活了八十年 你供佛八十年 也就是说 当你起这念头 供养的心 供养上师也好 供养佛也好 你起这供养念头 你还是 你这样观想 供养也是过一天 你不观想供养也是过一天 观想供养的人 你供了一辈子 将来那是你的福德的来源 也就是说 你这心这么动一下 我起这供养的念头 那是你福德的来源 你晓得吗 这个没有讲出来 人家不知道 所以叫密 密法的密 不是它很神秘 因为它含长在内 所以叫密 像这样密的窍诀法门 很多 那就叫密宗 是不是 包括持戒也一样 虽然我们这是 小圣的别解脱戒 但是一个大圣行者 一个密圣行者 在持守的时候 他可以产生 无穷的妙用和功德